蟹和仙与陈湘妮结婚后 于2022年迎来女儿的诞生 时隔不到一年 蟹和仙再度宣布二胎喜讯 收获许多人的祝福 由于陈湘妮生完第一胎后 住院满三天并回家坐月子 迎来不少网友批评蟹和仙 把女人当成生小孩的工具 对此陈湘妮特意发文解释 在还没拥有孩子时 爱猫谢堂堂可说是 她与谢和仙的第一个猫咪宝宝 即使出门工作过夜 都还顺着带着毛小孩 可惜台湾目前没有一家月子中心 可以让宠物入住 当初住院生大女儿时 钱湘妮曾透过宠物监视器画面 发现爱猫一直在家哭 让她感到很不舍 而谢和仙也只能频繁地 在医院与住家之间来回跑 此外她还很注重人私 认为在家坐月子 不需要配合月子中心的作息和限制 能够和亲近的家人朋友随时见面 并强调家是最安稳舒适的地方 因此只想要在家坐月子 对于外界值一谢和仙对她的爱 她则认为最幸福的就是 有个自己爱的人 用着你爱她的方式爱着自己 也许在别人眼里不是最好的 但却是最适合自己的